公車一回調柱站 司機急忙忙下車做紀錄 沒多休息又馬上出車 而且跑的還是貫穿台北市和中永和 一路到板橋的307路線 一路到到底就連乘客都喊淚 更何況司機還要注意路況 忽然左邊一輛計程車突然衝出來 如果沒及時反應就會釀成一場車禍 而這樣的路程307司機一天最多跑四趟 要開將近兩百公里 公時長達十二小時 如果塞車還會開更久 未來客人業可能還會適用彈性公時 讓勞團痛批根本無法改善血汗司機的現象 不過另一家可以業者則是打出 真的可以週休二日薪水五萬多元 預計招募八十人 但公告半個月只錄取了一個人 如果說你想要領高薪的話 他就必須相對的要有體力上的付出 才會有這個回饋 要減輕我們勞工上面 精神體力上面的耗損的話 相對於這個薪資就會比較低 想休假就得少賺錢 對有經濟壓力的司機來說 這個方案根本看得到持不到 感嘆法案改來改去 還是改不了他們的命運 記者鄭仁中 萬千華 台北報導